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其實我也是一個歌手 我喜歡唱羅文的歌 你聽歌說過來的 是…因為我原來都是從香港 在香港過去 以前我們都很喜歡羅文先生的歌 自從羅文先生不在 我們樂壇少了一個巨星 我後來唱歌的時候 我發覺我唱他的歌 我每次的朋友都很喜歡 而且他們都說 你很像羅文 其實《在世羅文》這個名字 是一位歌迷跟我起的客 他說我的聲音 好像有九成多 你就是羅文 所以他就封了我做《在世羅文》 其實說話的聲音也有點像 我知道你在溫哥華 現在搬來多倫多 所以我們多倫多的朋友 就有更多機會可以聽到余峰 《在世羅文》和我們唱歌 好了 其實為什麼 我知道你今次這個 麗莎北美巡迴演唱會 是你舉辦的 是 為什麼你想到要舉辦這個演唱會 其實麗莎姐是在三年前 我以前來過多倫多的Rama Casino演唱會 他從來沒有去過溫哥華 我亦都在溫哥華 我說 我們跟你搞一個 溫哥華的演唱會 他說好 但是他又想 很掛念多倫多的朋友 他又想再來多一次多倫多 我說 那不如搞一個北美巡迴演唱會 他又想再去 他就說好了 那你搞了 那來到多倫多 又剛好 就是幫協群中心籌款 做善事 你也有份 其實我們也是希望為社區出點力 謝謝余峰把演唱會 是部分的收入 是捐給協群社區服務中心 是 對了 那玄鋒 可不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其實 我知道一些比較上年紀的朋友 可能聽過麗莎的名字 如果是香港 或者東南亞過來 但是可能一些年輕的朋友 未必是認識麗莎 那不如跟我們的觀眾介紹一下 其實麗莎的背景是怎樣的 以前是有甚麼成名歌 其實麗莎姐 以前是70年代初 那時候 他就轉了唱廣東歌 那他的 因為他是新加坡人 他是新加坡人 當時我們香港流行英文歌 國語歌 廣東歌只是一些很小曲 那些好像不太成氣候 但是麗莎姐當年 她是跟鄭錦昌在一起 那麗莎姐唱 她是唱《雙思旅》第一首歌 《百花亭之戀》 這兩首歌是同一首歌 當她一唱的時候 哇!不得了 在香港當時的時候 你走過一條街 你走幾多條街都可以 一直都是聽著她的兩首歌 你唱兩句來聽聽哪一首歌 《雙思旅》是怎樣唱的 《雙思旅》就是 《大街小巷》 是不會有人聽不到這首歌的 另外一首 你還有一首成名作 叫做《百花亭之戀》 《百花亭之戀》 不如你唱兩句來聽聽 《鳥聲歌唱》 《百花亭之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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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 好像有一首國語歌 也差不多 是的 因為麗莎姐的歌 她當時很少中文歌曲原創 她主要都是從國語歌 或者是英文歌 改編 改歌詞 對,改歌詞 那些曲就是改一點點 我明白 比較廣東話化 還有麗莎姐 她自己有一個康口 叫做《哭康》 那時候每個人都很喜歡聽 就是比較特別一點 是的 後來麗莎姐聽說 好像芬粹沉迷了很多年 可不可以說說什麼事 其實麗莎姐在1986年 已經退出歌壇 聽說她好像做了植物人 她不是植物人 其實她睡覺 她是知道很多事情 麗莎姐這次特別特別來到這個演唱會 就是講回她的歷史 是的 即是一個很神奇的一位歌星 是的,她睡著 她睡了十多年 但是她聽她說 她聽到 她知道了外面所有的事情 但是突然之間有一天她又醒醒了 又變成完全正常了 然後又要她的歌賣 還可以出來開演唱會 是的,很神奇 其實我覺得這個也挺神奇 是的,很神奇 很神奇 因為之前唱歌那麼好聽 對嗎? 這個歌星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興趣去 是不是萬錦劇院 是的 去萬錦劇院 去看一看她的風采 還有聽聽她唱一些懷舊歌 其實麗莎姐這次這個演唱會 是唱了幾首歌呢? 她唱很多 她唱二十幾首歌 差不多她是… 二十幾首歌 由頭唱到尾 但是這個演唱會 她除了唱歌 還有其他表演嗎? 有 麗莎姐在這個演唱會裡 除了唱歌 還會表演她的勁舞 哇,她還跳了勁舞 是 有些我看過 因為我十二年看過 好像真的 我自己也不敢跳出來 她真的跳到好像小女孩 彈一下彈一下 很厲害 另外除了跳舞之外 她將她那十幾年 由開始唱歌 到如何分碎了 到如何起床 所有的經歷 她都在演唱會上 親自口述 因為她說過 她在網上看過 很多事情 都在網上 很多事情 都不太對 我明白 所以她故意 在演唱會上 由頭開始 告訴你 自己去講述 那些 是最真的 這樣就沒有假的 余峰 今次我知道演唱會 除了麗莎姐 還有幾位歌手 你也是其中一位 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 還有其他甚麼歌手 在這個演唱會裏面 除了我唱歌 我唱回自己 羅文 玩玩玩玩 另外一位 就是香港的情歌王子 這個情歌王子 真是英俊 還有你如果看TVB的劇集 你都經常見到她出現 是的 她有拍一些電視劇 是哪位呢 方俊先生 方俊先生 是的 如果你看到她 你就會覺得 你好像很面善 其實你會在電視上看過 我明白 另外一位 就是陳莉莉小姐 陳莉莉小姐 以前在邵氏 拍了很多電視 如果你一看到她 你就會覺得 我又認得她 又在劇集裡見過 她的電視 全部拍戲 即是Movie Movie 她是邵氏的明星 我明白 另外她也是亞洲電視 一套叫做日帝月后 很久開始的 她是女主角 是的 如果你以前看電視劇 你又看到 原來這個女主角 又在你們面前 那她又在香港飛過來 是的 方俊先生 和陳莉莉小姐 兩個都很避免 專程在香港飛過來 真的很大陣仗 是的 是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 其實在什麼地方可以買到飛 其實我們在萬錦市 Richmond Hill 都有幾個售票地點 那麼多部餐廳 另外就是在旺角廣場 也有票賣 那票價方面是怎麼樣 票價很便宜 這麼多的陣容 都是由68元起 是的 如果各位要一賭麗莎姐的風采 就一定要來 買飛來 是的 在萬錦劇院 可以說一下時間是哪一天 是的 其實在萬錦劇院 就是7月29日 7月29日 在萬錦劇院 是的 好了 如果大家要查詢購票 可否跟大家說一下 電話是多少呢 電話是647-562-3770 是的 今天非常感謝再世羅文 余風也想來和我們介紹 麗莎姐的北美巡迴演唱會 非常有意義 也做了善事的一個演唱會 希望大家多支持 謝謝 謝謝 謝謝